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停牌一段日子 几个三个月的那些 五分钟缓冶 但是李永熙是否容易做到医生呢 今天就是小一派位揭曉 我看一些报道 什么高才通家长 那些我就不说了 但是因为今年派位满意度也高 扣门人数相信是会少些的 你知道 永远都是明明派了 家长很紧张 我真的很奇怪 即使我今次在英国 听都听到 有些家长 去到那边 他仍然是要很紧张地去买 所谓当地的公立学校名校区的楼宇 希望子女可以入到当地的名校 但是很多时候就没有位置 人家的学位是这么多的 他们也不会去读其他学校线的 那么有趣的 又或者实际上太没功课做了 为什么那些小孩都这么开心回来 又在那边睡觉 又在公园上去看电视 于是乎就安装一些补习给他们 那你说你问我 你说不流行不流行 会恨人争 你会恨不恨人争 如果你给我 我去到曼城 我什么都不搞 我搞补习 我觉得 一开始可能有点难 因为每个人都扮演 别这么紧张 每个人都这么说 但是我只要有一间补习社 只要我招到一两个学生 又或者补习社里面 不是补习社 当然是多元化一些 又教什么 广东话 拼字 你去到外面就会学这些 毛不治 有钓巴雷舞 钢琴 小提琴 大提琴 不在话下 古增型的 你只不然有人 怪兽家长 始终是怪兽家长 爸爸为你好 爸爸为你好 不在话下 这些都是由馬爹天之家小学 也叫做地区名校 校长说 他們 因為下個學期開始小班教了 每班只有25人而已 所以他們的扣門位就不太多 只有5個位出來收客 但是今年扣門人數 他們也收了200個 但是比以前少 因為派位滿意度高 各位網友 為什麼派位滿意度高呢 所以各位 為什麼有什麼高財通 甚至還閉上眼 老實說 黃青夏 夏姐 他們不是高調 他們是沒有事的 因為現在正正是希望多些人下來想 連學校小學都收身不夠 你現在留在香港那些不生 老實說 你告訴我 不夠學生的 收身不夠就殺口 沒有東西去做 沒有辦法的 這個社會太弱流氧 但是他們的行業 例如現在的教聯 他也是要保障老師的利益 但是今天我有個朋友來 提外話 因為他的家族有些小朋友 會有些躍狂症 有些 抑鬱症之類的 過度活躍 於是有看開精神科醫生的 定期 私家醫生 他跟我說 他說這一兩年 他自己硬件多了很多 兒童 青少年 Teen Asia 他跟醫生說 他家人的紙質也看了那麼多年 聊天 醫生說 多了百分之幾百 基本上現在只是做Teen Asia 還有一些兒童 情緒有問題的兒童 都做到做不及 基本上他們都不怎麼看大人證 就是說在這幾年 很多報紙沒有買的 我們親身經過 一些網友 他們認識的精神科醫生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精神科醫生 在科目上 做護士 或者有相關的 為什麼呢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症候 如果你說抑鬱症 例如過度活躍症 症弊症 症弊症 但是有很多Teen Asia 是有抑鬱症 或者睡不到 有些很怕跟人接觸 不願接觸人 不願跟人說話 其實他們有分析 我的精神科醫生跟我的網友說有分析 我就不敢分析 你說會不會是學校 教得太多東西 我覺得是承受到的 反而 我覺得 最值得懷疑的就是 會不會是這些兒童 在學校得不到他們 你不要以為他們不會是小孩子 得不到他們 一早已經知道應該是價值觀 如果具體一點 有些 4、5年前 是小五、小六、中一 其實是懂的 但是這幾年變成這樣 同學有離散 又有移民 然後學校又這樣 有些老師都不敢回答 回答不了 他的迷失 對我的生命失望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形 我不懂得分析 但是根據我今天的網友 跟他的 精神科醫生 他們的結論是這樣的 因為太多 例如你說那些自閉症 過度會藥症 很明顯 小孩子的時候會出現 現在說的是 抑鬱症 或者是失眠 長時間 或者不願跟別人接觸 不信任人 其實有很多 細分 你明白為何有能力的 中產安庭很多都送了那些子女出去外國 另外 不說我也不知道 高鐵 餓鋪 開銷 高鐵你踏過沒有 最後沒有了 其實有很多人踏的嗎 不知道 現在開了一條 搭去上海 搭上海 和北京 直接由西九 原來都快 是不是快呢 如果 行車時間 例如上海洪橋 就是12.5個小時 或者11個小時 我想一程去的12.5 十幾個小時 香港上海 香港上海 你問我 你問我 我當然要坐飛機 我想 三兩個小時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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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很開心 覺得坐飛機危險一點 也是坐 安全一點 睡覺 睡覺 好了 今早 我猜記者到了 正在五十二時開銷 也有人排隊 有七八個人排隊 那那些 是否叫排隊呢 輪著買呢 我也不會說 我也希望多些人回答 還有一個 劉女士說 買到飛了 真的很開心 可以躺在這裏去石家莊 多謝政府 那你躺在這裏去哪裏都行 你躺在這裏 我不知道 我或許我也會試一下 我會試一下 一路拍 像哪個 我記得很多藝人很喜歡 坐高鐵 很快呀 很穩定呀 但我真的很不方便 坐高鐵 我坐到西九原來 我坐車轉車回 火炭 我為何不在火炭 坐東鐵去炉 那你不是去深圳才坐高鐵嗎? 你說我是不是? 我應該去火炭坐深圳坐高鐵的 我沒有理由去深圳坐高鐵的 這就是我們說過這麼多年而已 但我猜不猜他上航了這麼久? 十二個小時? 第一 你要坐飛機英國嗎? 第一,他不是很快的 因為太快了,害怕東西 還有電量很大 如果你去上海 很尷尬,我一定會坐飛機 這些只是三兩個小時的東西 另外,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但我覺得是幾個想法的 窮側變變則通 是不是有沒有生意呢? 就是麻雀館 跟女人士合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康泰定 一家潤資人 推出一個麻雀館的深度有 我覺得是想法的 因為像我們那樣的蟻仔 從小到大出入到那些地方 覺得他們有什麼獨立雀鳥 很多人都沒有進去 其實 你進去 可能也能吸納到一群新客人 原來是這樣的 那群人可能以後都會變成你的客人 也不一定 但是 我不知道麻雀館好像那個牌 是否不能繼承 我印象中就是 但是有時候我也要想 如果我能夠繼承那些大牌檔 應該沒有了就沒有了 為什麼那些人還這麼大裝修 這麼去投資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多朋友或網友都知道 有沒有能夠繼承 大牌檔那些就沒有了 你看到很多大牌檔 最後呢 都是要收皮 就去回他們 以前的牌檔 附近可能租幾間店舖 變成一間店舖 深水寶刀 始終我95歲不死 100歲也死 100歲不死 105歲也死 現在又串了 政府以前 你的牌柱 他都不一定要管什麼 現在很多時候 玩東西 真的有牌柱 你還不做得很多人坐在那 你記一下想怎樣 這些就沒有人情 這是什麼事呢 這個呢 麻雀館 就是香港麻雀娛樂 他就聯合了一間旅行社 就搞了一個叫做 麻雀館 深導遊的 內容包括會有講解麻雀館的行業歷史 基本的麻雀教學 完成課程之後 更加有文憑 好了 除了講這個歷史之外 他也會設立一個 營運問題的環節 讓你回答問題 場上也有些危紅的燈牌 給你做打卡的 總之 也會教你碰鋼牌的基本教學 那你這些都不懂就真的我覺得很笨 香港麻雀娛樂公司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不想這麼說 你懂得打麻雀的 我真的不明白 現在有些人說不懂打麻雀 那些人學不會的 這麼笨也有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早一陣子有些人 鋪回 朱利尾鋼牌的大口 他接受 不知哪個表演 訪問 你平時有空要做什麼 他說 你懂得玩麻雀嗎 然後 他叫他形容一下麻雀 於是 他就成為我們的金句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叫我形容麻雀 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是 朱利尾鋼牌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麻雀文化 是由外人看 他反而 形容得很好 他說 麻雀就是幾個朋友 在一個 混亂 混沌混亂之中 他理順一個 這個程序 他 當然是用英文說 其實是 其實是 麻雀 其實是很好玩的 雖然我覺得浪費 現在要給他們幾頭個人 坐住去了跟麻雀像 可以吵琶 吹嘴 還有新年十分為啟 麻雀都是富貴遣中小節 牙扁前進菅 加特地要推崗 15三藤 四七六 但是六藤 就是成 eighth雞藤 不夠十番 4、7銅 自己上了兩隻 第1隻 7銅 自己上了三隻 第1隻 都沒有了 如果吃4銅 只有一隻 但6銅 還有兩隻 即是排面 不知道有沒有被人扣 看一看 對面那個應該棄了壺 下面那個十三銅 千萬不要摸 要說很害怕 上面那個應該弄一隻塑紙 又要被塑紙 對面那個應該棄了壺 童子 摸來摸去就只剩下最後了 突然間上面那個 打6銅 還扣6銅 只剩下1隻4銅 可能4銅已經被扣了 對家棄壺 但我吃的 八番 正花 雞壺 八番 只剩下2、5、6銅 看看水兜 原來一早已經說了 今晚兩鋪 打一整晚 那水兜有3千2元 吼 自己看一看 又輸 那你吃不吃 自己就輸 吼了1,900元 但你不肯吃又不是 吼了你不吃 黑黑的通常都輸了 一年之間 就不肯吃 摸一下 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 有一隻狼樣 對面的狼樣 馬下家棄壺 哎呀 吼了你我沒有 特地跌出來了 哎呀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吼了你不 吼了你不 陸同說 吼了你 我沒有人 剛打了你了 吼了你 我吃不吃嗎 好了 其實你的心想是吼了你不 早知道才吃了 好了 然後呢 因為沒有牌摸 你只剩下2隻牌 只剩下味和下家棄壺 你只剩下7隻花 如果你摸花 還有一隻摸 如果你摸那隻不是中的就沒有了 好了 上家 一摸 你一定要過去上家 那個對面棄壺 咦 上家吼了你 老母臭 就這樣說 吼了你 四所 吼了你 老母 真的不是 打派出來的 那你的心想是知道 還在喊壺 沒有作指 正式的 我剛才忘記說 當它是十三腰 十三腰如果在喊壺 就沒有可能扣我 四銅 那對面有沒有扣四銅呢 好了 原來你有六隻花 有六隻花 你呢 吃那隻 如果摸了花 也有七隻花 三番 一摸一摸一摸 當然你不會三番 因為你不用開港 是吧 三番又不吃 會好 但只剩下兩鋪 也不肯爭在那 就要看那隻為四銅 因為你估計那四銅只有對面拿 就是四銅 他不拿 這隻就是四銅 尤其是數得那麼清晰的 你媽媽 臭氣 怎麼穿厚煙 做什麼 做什麼 用來嚇咬其他人 他們是朋友來的 因為我說打牌 一定是朋友打的 如果不是賭錢 變得只有錢 跟他們打牌 跑馬仔那些不慢 你就是過大海 你媽媽 爭吵厚煙 你媽媽 臭氣 別亂動啊 你媽媽臭氣 你媽媽 臭氣 先把水扔過來 你的朋友就說 別亂動啊 你 臭你媽媽 你臭氣 別亂動啊 你臭氣 別亂動啊 你臭氣 別亂動啊 很緊張 因為真的有些氣氛 你又緊張 他們也很緊張啊 雖然我說了那麼久 其實那時候是一殺 一碰到一四銅 太容易脫脫脫 還有敗狗威 我要說一件事 好像我媽媽 她們打幾十年 她們不能打牌 其實不能打牌 我真的寧願不打 老實說 如果你說我 老實說 變成了楊王 但是我是老實說 千順很高的 我都不會再打麻將了 玩玩另一件事 你不打牌 打來幹什麼 打牌的人嫌你久了 那你去到這些環境 去到這些環境 當然要脫掉了 老實說 還有有多久啊 說真的 真正的打牌高手 這就是這副麻將法 基本上 如果你春夏秋冬 梅蘭谷竹都脫不了 你也不要叫它打牌了 但是有時也會的 為什麼呢 打了一整晚麻痺 有時麻痺在那裏 那裏 六銅 八銅 有時打出來 四萬 原來是二萬來的 二萬是很容易脫掉的 但你的手已經是 你明白嗎 那裏 沒了感覺 一掉下去 我不會說話的 以前來說 把牌都不開 把水全部倒進去 然後 你的朋友說 說什麼呀 吐你老母 你很瘋了 水全部倒進去 然後打開你 看 吐你老母真的是絕張四銅 然後你還要拿著 最緊張的 吐你老母是 你不要以為我叫四銅 我叫四七六 打出兩次 我不會吃 為什麼 因為只有白飯 你太瘋了 吐你老母 七棟沒有了 在那裏 吐你這麼不吃 他們就更加不去 我就是第一個機會 第一個機會 馬哥這樣 我就拿了點水 吐你老母 然後吐你老母 原來這些雞激人 吐你老母 你沒辦法 輸錢就輸牙教 一向都是 然後你 哎呀 真是很激氣 吐你老母都輸了一整晚 哎呀 人們又說要買煙 吐你老母 黑球炒河 那樣那樣 哎呀 我打算大膜了 吐你老母 被人的雪這麼淺 哎呀 看他們的槽馬 吐這裏五千 反而是二千六 會打多四圈 你多開心 所以我真是不明白 我現在很少打牌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會不會打牌 吐你老母 我真是很不知幾歲 很小的我姐姐說 她說我就四五歲就會打了 但她可能未必會計算 那你三隻一樣就碰 一二三四五六 你也不肯懂 吐你老母 咦 吐你老母的眼 就吃了 吐你老母那麼簡單 然後我說不懂得打牌 我這麼蠢的 好了 其實我這兩年 我經常捉她老母 是幾個月前 就是回來跟她兩個人打麻雀的臉 因為她開始跟外面的朋友打麻雀 剛剛開始認識 她的朋友就剛剛開始認識 吐你老母的 以前我們真的幾歲 那時候不就是沒有東西玩嗎 為什麼呢 那些大人在我打牌 你就在後面看 當然 slipped 然後 ид смотрите 有時那些大人逛下 就說是老子 你還想趕腳 polít 那這些人都可以的 他們只有幾歲, 跟媽媽穿 不是憨子 證明香港真的很慘,其實在八九十年我都打那些十番派,即是二五五五一二,現在都是,現在就多了打跑馬仔, 是,但是跑馬仔是倒轉物快,但是真的沒有台灣派中我玩,打完台灣派,其實跟日本派差不多,你直接要連廣東, 但是要教,其實就是這樣打,幫我們計算 說真的,還有一隻國際牌 大家先上網學一下,不如我們找一次 做幾部機器的麻雀王大賽也好,直播打麻雀 什麼想都不做,就這樣看幾條打麻雀,都有人看 上次我們床點都多,我們上次床點都過今次 我有一次試過,最好笑的 有一次,因為打到整班都迷了,就像我剛才說過的情況 譬如這樣說,我現在不記得實質是怎樣 譬如我五五五八童,但做八童 我六童回來,我六童回來,我六童回來 我六童還不放棄,做八童,還不成功,你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其實那一頓人都看,就很騷擾了 馬上看到自己,誰知道那個臭臭 她說,我六童也是他啊,搞錯,開餘地給錢 我當然不說出聲,又會試過,為什麼呢 打到糟糕,如果以前的90年代 那時候環境好 無論六點鐘收工 七點鐘尾滿 現在的雀局差不多 各位網友 現在的雀會都沒有多少雀會 以前那些雀會要排隊 多人都要排隊 那我都不用 當然不用自己洗 雀會是少了 因為少人打麻雀 而多了 租金貴了 好 譬如 六點鐘 說明一下 他想到這樣 你已經是 八圈上訴 最多 為什麼呢 如果打過那些牌 尤其是八圈 不要說上訴 都可以打到空頂 為什麼呢 那些牌 十番牌 那些什麼三番氣烏 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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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番 隨時一個洞 可以打你一兩個鐘 閃和到 如果不然你怎麼這麼多 閃和到 吊你了 打完 吊你了 好不好 看一看 吊你了 很尷尬 八圈而已 吊你了 還在民間傳奇 六點多 吃早餐喔 吊你了 你 吊你了 你 吊你了 只是讀 双请去打了实际上 卖单 那時候我講的90年代 環境好和環境不好 因為我沒有打 我那些兄弟還有打牌的 他們去打什麼呢 去到那些兩三舊水的酒樓 兩三舊水有得吃 兩三舊水 打起雀局 之後早就去打 打到晚上11點 有些還可以過夜 幾舊水 就是我的朋友 但是講90年代我們去美妹那些 我們隨時 如果上落那天不是一家贏的 四人輸 我們打到二三千元 為什麼 那個酒樓就不太貴 你們倆就叫煙 中間有時候你打到眼睛三四點 怎麼不斷叫東西吃 乾炒牛鵝就說78元 冬奶茶就說20元 回鎖 你倆就說你拿武龍 我不想我回家見牌 二三千元買單 但那時候你的社會氣氛好 有時候你會臨走 有時候見到你 阿姐 阿姐 別走 你去做什麼東西 哎呀 屌你了 沒氣 贏了贏了贏了那些錢 那些錢 屌你了 賣豬肉的 屌你了 拿去坐車 趕快駛下去 就是這樣 開心 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要說到這裏呢 說完 先放上麻雀館 有先那些是麻雀 我們自己麻雀灑了 這間就是香港麻雀娛樂 那個深度遊那裏 大家沒入過麻雀館 其實如果你說麻雀館那些牌 教你一次就認識的了 你不要打算出術 打碰槓 基本上真的沒得不認識的 你真是三歲就認識的了 如果你說你真是羅四海駛牌就說 如果不是 其實真的是講運的 那又是不是完全說沒有張法呢 又不是沒有的 打得多你都大概猜到的 看到人家這樣打這晚 那些人還沒打過 你就起碼夠膽打 就是扣一下牌 那都是講運的 沒有什麼問本人 我就不喜歡玩的 但是你有時候習慣的 你倆沒有暗狂的 你倆是暗狂的 你收藏著笑的 好 下一張 他裡面說有什麼危紅光管 這些就是打卡位 再下一張 你看到那些人就可以這樣打卡 甚至乎有一張 certificate 給你的 這張東西找個夾箱 找個夾箱 不知道什麼是麻雀 好 回來 另外 有一個 有一幫內地網民 就說 不怪得你香港 那些飲食 服務業那麼差 為什麼 因為有一間香港的茶餐廳 在門外面放一個巨型的 告示 就有些規條 內地客覺得茶餐廳要求多 所以港人回內地消費不是沒有原因的 港人回內地消費就當然有原因 我跟大家說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你說服務不好什麼 都有一些 最大的原因就是 的而且確是便宜了 我們的錢很小 這是最大的原因 你試一下 你現在人民幣上升 我們的錢沒那麼好 我覺得即時會少了一些人 因為你畢竟也有時間成本 雖然好吃一點 你也有很多成本會計算的 我沒有去過 我不說 我覺得一定有原因 我不會跟市場爭辯 你說香港沒有骨氣 但是說到這間茶餐廳 你看一下那張巨型告示牌 有什麼規例 第一 本店不接受支付寶及微信支付 沒有問題 歡迎使用現金800通及人民幣 沒有問題 你說人民幣都不收 那你可以說他是不是 又不是種族 是不是有些歧視 但是 但是他有所有人民幣 不所有人民幣是正常的 香港法律法定貨幣就是港幣 繁忙時間人齊入座 多謝合作 不握黑 繁忙時間人齊入座 在大陸當然沒有問題 你在香港 例如說繁忙時間 你說你訂了12人的桌 你一個人去 然後8時有兩個人來到 9時有3個人來到 10時有6個人來到12個人 當然是不行啦 有沒有那麼微谱 所有人齊入座 繁忙時間行李及嬰兒車情況外面 避免燙傷及發生意外 合理到極 他仍然是繁忙時間 歸客 佔用座位 必須 最少點一杯飲品 最低消費40元 你不認同是否可以 繁忙時間 可能需要坐桌 請貴賓 多合作 請不攜打外來食品 或者飲品進食 如為者每位收取服務費100元 內地的網民 都很認同 認同什麼 香港服務用偵測 那麼多要求 一定要在這裡吃什麼 那麼落後 日本微信支付寶都能夠用 那些我不跟他說 不能夠外帶食物 我真的受不了 難道我不能夠一次過吃幾間店嗎 這一個 就真的很奇怪 你可一次過吃幾間店 你就吃完這間去那間就吃 我帶人家的燒鵝飯來 就在這裡喝杯涼茶 不可能的嘛 有時候說真的 我們做生意都要收拾生意 譬如 我不要說很貴 你們十一個人來吃晚飯 一張大圓桌 都叫了四千元 正正正常常 有一個人可能不吃肉 或者可能 不喜歡吃這些東西 或者是小朋友 另外買麥當勞 喝汽水 這些規格入面 人家去收取 最低消費 一個人收取 或者服務費 收100元 你也報得爭 但是如果給我們做生意 這樣的環境 通常都不會收 因為整班人都很合理 整班人都光顧了 三、四千元都是合理的 甚至乎都是中上的 只不過有個小朋友 不是 但是 有時候有些人一定要定規矩 但是有些人一定要定規矩 這些規矩定下來 那些伙企就很死板地執行 喂 你贏了我的位置 不要說什麼 你贏了我的位置 你帶一隻燒鵝進來 那你是不是在我那裡叫少了我的菜 在我那裡 而香港的租金 為什麽很緊 你不一樣 如果租金人工的肥費 沒那麼貴 有時候 你喊少了一碟東西 我沒什麽所謂 但是香港不是 休息一會 我沒有什麼東西 我沒有什麼事 我沒有什麼事 你不是說什麼事 我沒有什麼事 感谢观看